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号也转过身了 那我们男嘉宾手中的花到底是送给几号呢 转身的是你爱的人吗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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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意外我们男嘉宾全场都不怎么爱说话 说的最多的除了是 我愿意都行 全都管了 再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这个词好多年了 你上一次听到这个词是什么时候 没顶过 这辈子是第一次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 而且还是在电视台 在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对 我也爱你 你好 你好 两人的需求往往在我们看来 可能是感觉都又太过了 因为你看像这样的一种要求 要求对方完全付出的话 我们觉得很不可能 但是在咱们男嘉宾的面前 这些都不是事我完全可以付出 也就是说对面的这个人他感兴趣 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的需求正是他要给的 是最好的搭配 其实他俩超级超级合适 我们男女嘉宾今天能够牵手 我们真的很开心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叔叔除了赶紧把牙箱上 提高点生活质量之外 你得好好的疼我们阿姨 对 这个生活得有牙才能品出滋味 就跟你这个小日子 你得好好的用心过 才能过得更美更长久 俩人来 手牵手走向爱情之门 来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你尽管地放心 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以后我总要叫你想我的 我也是 我以后能保证 做到我女儿应该做的一切 过好日子 照顾你到老 我想找一位喜欢我的 真正想和我过后半生的人 我想找一位心仪的男士 要求这是1米75 1米8 没有什么嗜好 不出言不喝酒 我想寻找另一半的条件 就是比较优秀 比较暖男 没有不良的嗜好 身高在1米7米以上 年龄和我仿佛就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